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想吃水煮肉片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麻辣鲜香 肉质滑嫩 而且做法 看一遍就能学会 首先 把里脊肉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的肉片 加盐 胡椒粉 一个鸡蛋 和少许葱姜水 先给它照拌均匀至粘手 让肉片充分的细薄水分 再来一勺淀粉 继续照拌均匀 最后再来一勺油 锁住水分 锅中油热 放葱 姜 蒜 煸炒出香味 再倒入一包这个川味酱 这个酱 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它可以做很多种麻辣鱼的川菜 不管是涮火锅 做麻辣豆腐 还是做毛血旺 都特别的好吃地道 一袋子里面有六小包 一小包 就可以做一份 其他的任何调料 你都不需要放了 熬出香味以后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烧开以后 放入自己喜欢式的配菜 煮熟了熬出 垫在碗里 然后开小火 均匀的放入肉片 我每天都分享 有点家长美食 麻烦你锅点个小红西 非常感谢 等肉片重熟以后 再轻轻的推动几下 连汤带肉 一起倒在碗里 再放花椒粒 干辣椒 蒜末 葱花 和白芝麻 最后泼上一勺油 激发肉香味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水煮肉片 麻辣鲜香 肉质滑嫩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肃 做起来吧